刚才那个视频断了啊 那视频因为这个确姐的这个iPad空间满了 然后就自动断了 然后确姐又把这个 接着说啊 上那视频没说完啊 确姐说 为什么说不要随便把自己的任何私人信息 主动的去交代给别人 因为什么呢 你看这芬兰兰他如果 他自己不主动交代 他婚姻失败 早婚早遇早恋 然后又又现在老伴是同居关系 然后老伴儿子又不跟他生活在一起 他自己一个人在这海岛上 夏天的时候他回去 跟他老伴30年都没有结婚 然后他在这海岛 靠自己的这个存款 他买不起房子 因为什么呢 他跟他是同居关系 他们就意味着他们的这个经济是 个子A制 A制那靠一个人的力量是很难 在这个他的积蓄不够 因为他的钱呢 这辈子还没攒下钱了 你看 就因为他自己的婚姻呢 就是他对择偶的不谨慎 剩下两个孩子 然后他一个人拉扯了两个孩子 跟第一段婚姻 拉扯了两个孩子 你想想你还有什么积蓄呢 然后你又 因为你拉扯了两个孩子 你说你找男人 谁愿意跟你结婚呢 谁愿意跟他妈跟你是经济合作呀 是吧 他妈 男人 你就会花男人的钱呗 是吧 拿男人的钱来养活你自己 跟别的男人生的孩子吧 是哪个男人愿意啊 肯定就A制 所以是这个老太太 你看他在认识生活那么久 工作那么久 他的积蓄都不至于在这海岛买房子 所以说嘛 就是说 你的这种婚姻 就决定了这一辈子的财运 你的这种婚欲啊 就哪怕你婚姻啊 想得错误 你可以离婚 没孩子你就没有开箱吧 你看你随便瞎生孩子 这不就是你自己 为你自己早年 这个草率 再加上呢 这老太太 现在她的性格缺陷 都没得到修复 性格缺陷就是什么呢 自以为是 然后轻浮浅薄 无知偏见 狭隘 然后又又特别霸道 喜欢去支配控制别人 这老太太 这种这种的性格 是很讨人厌的 男人不会喜欢的 就说男人喜欢成长型的女人 就永远都是谦虚的 好学的 永远都愿意学习 不要说把自己摆在那里 明明你没有那样的实力 没有那样的资本 没有那样的认知 你就不要把自己摆在那么高的位置上 在摆谱 谁喜欢你啊 就不管是交朋友 还是跟两性关系 还是什么关系 都没人喜欢 你看缺姐上一次 这个口述历史 缺姐就没有提自己的任何私人信息 因为我任何私人信息被别拿到了 都是一件负面影响大于正面影响的 你看这个芬兰老太 你自己不交代你自己婚姻失败 你怎么你怎么会认为 在缺姐 你看缺姐就是应付男人 周旋男人周旋的 玩的很溜 她就妒忌了 因为就衬托着她跟男性的这种信仰关系的失败 缺姐都没有主动的去嘲笑她 根本就没说没提她 问都不问 我基本上就不问她 她总往缺姐这试探什么 你有什么外孙子吗 外孙女吗 她妈我这才50岁 我就有外孙女了 我连儿子女儿都没有 她妈上哪儿的 来着外孙女 然后她就问 那你老公有没有啊 你看 我说我们是第一段婚姻 我说对我老公对我来 都是第一段 我们上哪儿来 我跟我 我没有这个孩子 我老公就有孩子了 是真的吗 笑 我她妈我这没结过婚 没找过对象的 我她妈我这第一次婚姻 我就找个二手 带着 带着脱油瓶的 这什么二手货 她妈老娘 绝对不要二啥子货 绝对不要 就因为自己死爹 这也知道二啥子货不能要 你看死爹跟他的天房 你看处成什么样了 这就是二手货 就是你 你当你是一个 没结过婚的 没有过婚育的女人 千万不要找二婚 有婚史都不要 你不要说她还带着孩子 不可能处得好 从人的生物本能来说 人就不可能喜欢 不是带着自己基因生出来的孩子 在资源不富裕的情况下 就更加的恨之入骨 为什么缺解 活得那么艰难早年 不就是因为 你说你们80年代初 那时候普遍中国人都不富裕 普通的公信学生不富裕 包括有职位的 有职权的 不是做到那种省部委高官的 也没什么资源 也没什么钱 你说你 你怎么可能处得好 你看看那些名人家庭 你看刘少奇的那个 王光美 对待那个刘少奇的前妻那些孩子 有多好吗 处得好吗 没处好 这就人性 人不可能喜欢不是从自己的基因里出来的孩子 不可能喜欢 就天生生理本能才就看上去 这就为什么说男和女 我缺解终于明白了 生理性的喜欢才是真喜欢 生理上的厌恶才是真的厌恶 生理上我就厌恶你 你看缺解就生理性就厌恶这个公共 他妈我就不给缺解老公生孩子 因为缺解老公生就带着他爹的一部分的这种垃圾基因 我生理上我就厌恶你 你父系家族的基因 我就是不要跟你生孩子 我顶多是跟你生活在一起而已 你说生理上我有多喜欢自己老公 没有 只是说我大了年龄了 正好这么一个男人的各方面出的这种 出的这种条件呢 对缺解来说正合适 缺解正需要这么一个 你说生理上喜欢缺解老公 没有 我一开始就没看上他 这是缺解说实话 但是缺解这个人是忠诚的 是守诺的 我既然跟老公签了结婚 这个契约这个结婚证 就我得有契约精神 是吧 我不会随便的说 我生理上不喜欢你 现在我年龄一半百 因为我自己长得年轻 我就靠着自己的这种 就是美而不自知吧 缺解说一句大话了 这美而不自知的所谓的女性魅力 就吸引了这种美男 帅哥 他喜欢缺解 他就生理性喜欢你 他就忍不住他想靠你 你看他的眼神 你看他的那种 他的眩晕感 他看到缺解 缺解就稍稍撩他一下 就坐他身边 用什么不想喊话 像那什么广西 唱这什么山歌情歌似的 两个座山头互相对话 因为其他人没有几个懂德语的 就你们两个大声的聊德语 就很荒谬 确实就坐这个男的身边去了 坐在身边 我看他 他就眩晕 他就他简直他脸上就就晕了 他简直就快 醉倒了那种 我去就就奇怪 我说我就坐你身边 我说男女同学不经常坐得很近吗 我也是女同学 我坐你身边 你为什么要眩晕呢 他眼神就就迷糊了 就恍惚了 就陶醉了 清清看得出这种东西 清清这个时候没经历过这种东西 但确实懂 因为确实年轻的不是年轻 就看见过很多 就从小到大 有些男的看你的眼神 他就眼带桃花 他就满眼放光 他就眼神迷醉 那种迷恋型的那种眼神 确实懂 但这种男人没有一个追确确的 很遗憾 生理上喜欢确确的 没有一个追确确的 然后终于有一个生理上喜欢确确的了 你说确实能够说 跟这个男的怎么怎么 你说确实也设想 确实也是一个正常的女人 被人总是心心念念的 念念不舍的 他就本能他就喜欢你 他跟你说话 他就眼神带着笑 他就还带着小心衣 生怕你不喜欢他 你看不起他 你看这种男女之间的这种 你说确实年轻是没谈过恋爱 到中年 他已婚妇女 居然好像是这种校园纯情剧一样 我们真没有任何的 不干净的东西 就是心里 内心系很足 表面谁都不敢动 因为确实不给他信号 一直跟他说 你不要跟我走得太近 确实用德语跟他说 他问确实年龄 他用西语问 当着确实一排人的面 他问你说你说你对确实你对我有情欲是吧 大家都看得出他妈你也太肆无忌惮了 我这个已婚妇女 我怎么能跟你 让你的情欲得逞的缺决 只能用德语跟他说 我说你不要跟我走的 用私人关系走得太近 但是你看到他心里内心 他身体生理上还是喜欢你 然后确实终于查了一下 就是终于把他的这个身份信息给查到了 在他脸上 没说吧 你私人信息 你不要瞎就我PO 确实终于查到他生日了 一看生日 然后把确实生意输入 确实跟他竟然是有上市的缘分 上一世他欠确实500两白银 是微诚关系 确实是诚 女诚 他是男微 是微嫌喜欢诚 男微嫌喜欢女诚 确实终于微微 我说为什么 我们俩就一 他一看到确实 他就那种陶醉 他就迷醉那种 这就是 如果说从玄学的角度来说 那就是我们上一世肯定认识的 那确实对他真没感觉 我就知道 这跟我有什么关系 是吗 确实真没有 没那想法 真没那想法 只知道来了个新同学 班里来了个新同学 小猴子长挺精神挺帅 确实都没正眼瞧他 因为我觉得你跟我没关系 是吧 他妈你不是老师 我也不认识你 你新生是吧 新生你就好好在你先生的位置待着就行了 你他妈别烦我们 我们这些老师 都把持我们的这个作为资源 我们都把持有力的地式 咖啡吧 就不让你这新生 这个后来新来后到是吧 确实还是这种像狗一样的领地意识呢 确实还护地盘呢 然后这个小男生呢 他就一下子跳过这个动物性的东西 他一下子就抢地盘的这个抢资源的这个东西 他一下子抢到了发情期了 我确实没想到 我还是吓了一跳是吧 我说怎么会对我发情呢 我这没有释放任何信号 而且我穿的是中性的不能再中性 确实穿的都是运动装 灰头土脸的 就没有任何刀饰 从来不穿裙子 穿着个破裤子 穿个破破夹克是吧 然后再一个破马尾 什么什么都没有 就光秃秃 然后缺姐终于想想明白了 因为缺姐就每天上课之前去健身房 去完健身房 这个露完铁 我就得洗澡 洗完澡呢 浑身带着这种啊 就是沐浴露洗发水的这个 这个水果的香味 她从缺姐身后一过 是吧 她个子高 她大约1米8 缺姐才不到 也就1米6 不到1米6的样子 你再被就高一头 她正好闻到缺姐身上 散发着气味 包括那天她一来 她就坐 她就站在缺姐旁边 你看站着缺姐 缺姐坐在那 可不缺姐散发出的那种 刚洗完澡的那个气味 可能是这气味吸引她了 也可能是什么什么 反正这就很难说 包括芬兰老太太跟缺姐讨论 这个美貌的关系 芬兰老太非要违心 她就不承认 我说美貌 我说对两性的荷尔蒙是非常重要 我说人都喜欢美貌的 我说美貌的人呢 不管男的女的 她就容易找对象 不美貌的人 她就不容易找对象 芬兰老太太是现在什么呢 她老了 她就死活不成了 她非说美 有很多种关系 有很多种意思 什么自然的美 自然风光的美 这个什么动物的美 她非要这个伪伪 芬兰就说 我说有颜值的人 她就是容易在职业上成功 我说有颜值人 她就是自信 有自信的人 她就是容易成功 她就是容易获得利益 美貌本身就是一种权利 因为群体这么说 那我是承认的 那我50岁 我现在健健身 我又回春了 我又回复以前的这种美貌了 有颜值了 那我认为 我大的方法承认没什么 我认为我的美貌还就是管用 你说你自己不经用你的颜值 是吧 然后你非要户外运动 户外活动 然后又不涂防晒霜 老成的 当然白人是老 真可怕 那脸上皱子跟缺姐 那脸上真是两样 缺姐在她身边待着 就跟她孙女差不多 缺姐不是比她小20岁 像是小了50岁的 跟她也比 她脸上的褶子 真的能夹死苍蝇腿的那种 夹死蚊子都是不成问题 脸上褶子特别多 但是看得出这老太太年轻 是挺漂亮的一个女人 那你说你 那你 她就不承认 她就非要说 美貌不在乎 什么心灵才重要 他妈你说 心灵主要 我说这两性关系来说 第一印象就是美貌 然后才是考虑到性格 是吧 先是美貌吸引了我 然后再看看这个性格 心灵上 精神上能不能够契合 不能契合 处不来 那就拉倒了 处得不舒服 就拉倒了 对吧 这个女 这个老太太 非强调什么性格 我现在都没想笑她 她妈 你要是性格那么舒服 精神上那么 那么契合的话 你何必 和这个说 你婚姻失败 然后跟你这个 第二个老爸 她妈 你又是同居关系 连婚都不敢结 别人也不想跟你结 谁谁要跟你这种 带着冷个透油瓶的 替你养孩子 你她妈 连个公寓 你都买不起 你就在这租公寓 大概 这老太太 晚年生活也在这留不下来 真正晚年她是留不下来的 这不就是这一连串了吗 都没弄骨牌的地块了就倒了吗 就是你的信用关系没搞定 信用关系没搞定 然后你的所有的财运都没有 你的财运一直被消化 养两个孩子 你这一辈子颠沛流运 这不就是 你说你有美貌 有什么 你有美貌的时候 你不该太早去出 就说个糙话 就是不该太早的出逼 你二十岁 你谈个屁连爱 他妈缺解 之所以说我婚姻经营的比较重 可是因为我太晚了呀 我二十九岁才认识老公 二十九岁我才谈恋 我才谈了五年 三十四岁我才结婚 他妈我这 这个他妈我还能失败吗 我就说八倍都败了 就差这一哆嗦了吗 肯定得成功了 跟老公不可能啊 不可能失败 切记跟老公什么都交代 天天他不听我都要 硬说给他听 因为我说这个 我过过心瘾过嘴瘾的 他妈我不能过逼瘾 我还不能过嘴瘾 所以说切记老公 对缺姐那是真的很尊重 很信任 很喜欢 他就觉得你这个女人 你看你不欺骗我 你不撒谎 你不卑微 你不很硬气 然后也很上情 很勤奋 也很独立 然后缺姐还比她睿智 那你缺姐老公凭什么不喜欢缺姐 他喜欢的不得了 那我婚姻继续成功 把自己老公继续成功了 再说了 就是说你啊 就是咱们退一步讲 你说这个 这个小男 这个小妹男 追着缺姐 说几实话 缺姐要想跟他玩 爱美 我进可攻退可守 从两性关系上 我退 我就直接回归老公 回归自己的婚姻 不就行了吗 我进了 我就是撩你一下 二妹 我又不会跟你干嘛 怎么着 然后你还得是心心念念的 想着别人的老婆 是吧 你就心里的戏很足 是吧 那就过过心引就行了 这就是因为你把这个婚姻关系 竞用成功了 你才有资本去玩这个曖昧 才玩这种两性游戏 你否则连资本都没有 你像火耳机这种 你跟你自己的老公关系搞成那样 因为你自己是脱狗屎 为什么老公不愿意让你占任何便宜 连婚房都不让你住 因为你自己是脱狗屎 你不配住人家婚房 所以说呢 你搞不定自己老公 搞不定自己婆家 你就去搞外边男人 是因为你自己婚姻关系没刚好 你搞个屁婆家 中下嫂女人不要搞婆家 没有一个成功的 全是属于什么呢 就是什么呢 两不沾了 两不靠岸 就是你因为你搞破鞋 破鞋 那个小王 老王 缺解现在差不多 快有个准小王 这个小王 你是搞不定他 你是拉拢不了他 他不会 他不会被你粘着的 然后你自己老公 也会甩掉你 因为你搞破鞋了 你老公要查你还不容易吗 你说这个时代 这个网络时代 谁想查谁不容易 说句实话 你他妈 你要是在大街上 跟着什么 你的小王 在大街上走 谷歌地图都可以扫到你 然后这个网络时代 你说什么 什么搞不定 你带着手机呢 是吧 你说你手机的行动路 你说你老公想查你还不容易吗 不要轻易的 就是 就是你得是让 你得有个大本营 你得把你这个大本营经营好了 你大本营经营好的前提 是你把自己经营好了 凭什么你这个男人 他愿意跟你在婚姻关系里 进行价值互换 是因为你有价值 对吧 你没价值 但是你跟人换个屁 你只是想占别人便宜 对吧 别人平和让你占便宜 别人又没把你给操出来 只是你父母 对你不负责 可是你父母也不是极端的人 为什么对你不负责 不就是因为你自己是个垃圾 是个狗屎吗 花也就是他没 直到现在他都不承认 你自己得努力 是吧 父母再不负责 那是父母的业 他造的业 他自己还债 他自己造的业 造的业 他自己去还 然后缺解 我得对自己负责任 缺解从小就是一个长期主义者 就是对自己负责任 我不能让你们 把我的人生毁掉 你们可以说 在我不能脱离你们的时候 你毁掉我前半生的情绪 但是你不能毁掉我的整个人生 这就是缺解 非常强烈的执念 你看我那么恶劣的环境 我都能拼拼 拼搏出来 我能挣扎 我能奋得出来 我也很痛苦 谁他妈不希望 谁不希望被 被被被家人 被父母宠爱 谁不希望说 有宠爱 有定心骨 有撑腰的 有温暖 可是没有怎么办 这就是 这就你就得活出自己来 这是很痛苦 每天都很痛苦 可是这个 你接到的剧本 就这么大 这是老天给你的 给你的这个 给你留的课题 你必须得完成它 那没办法 咬咬的坚持吧 所以说这样的话 千千你说你人到中年 我还这么拼搏 我还这么努力 我还这么上街 我从来没放弃过自己 我不认为我人到中年 我财务自由就可以放松 我就可以什么 就是歇着 歇着会让确实感到一种 恶名其妙的恐慌 就快 就冰死的感觉 如果说我什么都不做 什么都不再努力了 不再学习了 不再向上了 那我就是冰死的体验 这不是确实 确实唯一能抓到 所有的安全感 就是我好好学习 我好好健身 好好的经营我的家庭 经营我的婚姻 我用心对待我的认受 这样你才可能 这样你才能够翻盘吗 你才能够又过越幸福吗 你看那芬兰老太 他为什么妒忌缺解 不就是因为你自己 把你自己的心情 先交代出来 你就容易缺解 再缺解这种 经营自己人生 经营的很成功 你看我老公搞得定 外面的小王 咱们也搞得定 当然没跟学姐有一腿 小王也都比较喜欢学姐 他看着说 凭什么你个亚洲中国女人 又没有大奶子 长得就是年轻 凭什么你50岁 可以长成这么年轻 原来你老公很爱你 很喜欢你 给你很大的安全感 然后让你有钱有闲 去经营自己 去干自己喜欢的事 老公又不控制你 你看他就故意的 你看就是课堂上 他套缺解的话 就是用课堂内容 就是问 什么样的时候 这个就是在两性关系里 你的伴侣做了什么 让你很抓狂 这就说 我说我老公 就在路上不停的说 不停 不停的说 不停的说 说废话 我说我很专框 你看这两太太就故意的 说 昨天她就故意说废话 已经跟学姐吵起来了 她就让学姐不舒服 她就认为学姐太 太这个 怎么了 太的这个 骄傲了 太得意了 她活得太顺了 男人男人喜欢你 你还有颜值 你还有钱 你男人都不缺 你还不用生孩子 然后结了婚 还不用生孩子 她就 她能感觉到 你肯定是被男人宠的 这么这么 被男人喜欢的 这么一种女人 否则你不可能这么年轻 就是只要你看吧 就是被男人消耗的 被婚姻消耗 被人生消耗的女人 她到中晚年 老得特别快 缺姐呢 确实是没被男人消耗 因为缺姐特别当 特别小心 特别紧张 我不在这种两相关系上 出问题 出纰漏 她妈 我不学我妈 我不像我妈说的 当年就是恨嫁 一看三十岁了 找了她妈 弄过个弄过狗屎男人 她妈狗屁玩意儿 她妈 你嫁了她妈 你都把裤腰带勒起来 你多用几个病套不就行了吗 她还非要追男保 一生生俩自己活不长 她就所有的气都失败 就那帮傻逼还夸缺姐的妈 就是认识缺姐年轻时的妈 那些首尔老师夸缺姐 你妈厉害的呢 你妈 怎么着怎么着 叱咤风云怎么着 缺姐妈年轻特漂亮 大美女级别的 明星颜值的 走哪呢 而且她又特别的虚荣 特别高调 这两个女人是活不长的 你说你自己就嫁个 那个狗屁老公 要颜值没颜值 是吧 要人品没人品 要人性没人性 你这他妈你这亏死了 缺姐至少嫁一个 就颜值过着去 真还过着去 缺姐老公年轻还真的挺帅的 长在缺姐的审美点上了 就包括现在缺姐老公 尽管是老了 缺姐的老公也仍然是个帅老头 帅大爷 缺姐看着老公仍然不觉得恶心 仍然说 哎呀我说你长得就好看 怎么看怎么好看 不是缺姐会有工尾啊 我首先找一个 能让我夸起来不恶心的男人吧 对吧 缺姐老公听了 他不心话怒放吗 你说我为什么能搞定男人呢 因为我不给男人上眼药啊 我不给男人增加特别多的困扰啊 他凭什么不喜欢我 我这么上进这么努力 我这么谦虚 这么这个勤奋 他凭什么不喜欢我 比男人喜欢 这就是一种能力 缺姐也有颜值啊 缺姐老公 整个他们 他的所有的那个同事都知道 他老婆长得特别年轻 一看出来就怎么怎么着 然后他 他也是挺虚荣的一个人 你看我老婆 你看我 你看我长成现在老成这样 我老婆就是比我年轻 他也挺美子 他也觉得 跟你结婚 直了 他没吃亏 满足他虚荣性了 这不是一种价值交换吗 对吧 这缺姐没有服美意 真的没有服美意 缺姐还是比较这种小男孩的这种 这种中性化的 我没有什么多少女人味 我也没有是接受什么男纯的规训 必须得生孩子 必须得母性 母女妈个B 切切对母爱这个东西 他妈就恶心 对父爱就更他妈恶心 这他妈狗屎的父爱 狗屎的母爱 谁他妈要 给你要不要 你看 这就再说 就是为什么说你千万不要随便的在这网络时代乱抛自己的私人信息 缺姐你看看跟那个那个那个就是小王 直接给他起个外号叫小王 把他私人信一出入 哎呦 缺姐一看在玄学上 在佛学上 在中国的文化里 原来我们俩是微诚关系 我们是有上世的缘分 他欠我上一世 他欠我五百两白银 这一世他要还我 怪不得对缺姐是一见钟情 一见倾心 缺姐又从科学角度分析 原来我是天天早上撸铁 健身房出来 刚洗完澡 那我浑身还带着散发的这个沐浴露和这个 这个洗发水的这个香味 他正好在缺姐面前 这么一炸 他他气味也好好闻 缺姐必须得说 然后分来老太太又说 说这个男女的这种吸引是靠着闻 就是互相闻 我说那不就洗完澡 闻起来都很香吗 可能这个这个男的呢 这个小王的 可能上上学之前呢 上课之前也洗过澡了 早晨上课之前 一早洗先洗个澡 精神抖擞的来上课了 那缺姐呢 其实刚加纹身 也是精神抖擞的上课了 他一闻缺姐身上的味 哎 对味了 然后缺姐呢 这么一个亚洲脸 什么 而且呢缺姐又研究了他女朋友 他女朋友居然是西班牙人是黑头发黑眼睛的 身色皮肤比缺姐还黑呢 说起说颜值不如缺姐好看 这是缺姐说实话 然后他这个女朋友呢 年龄也大偏大了 现在 白人是不禁老的 也没发泡 但是就是明显的颜值下降 很大 确实就奇怪了 是吧 这是他喜欢的 他本身呢 就喜欢黑头黑眼睛 皮肤皮肤 是真的 他不是有黄热病 他没有过亚洲女朋友 确实给他研究一下 他的口味就是 确实跟他女朋友还有点像 就是那种气质上 就比较中性化 不是很女性的那种 难怪缺姐对他口味 就缺姐从科学人角度研究 为什么说你一下子你就喜欢我 生理上你就喜欢我 你就接受我 你看这缺姐对西班牙语 生理上就很难接受 现在还没接受 缺姐确实很慢 我很难就是一开始 我是慢热的人 我对人也好 我对语言 外语也好 我都是预热要很久 包括现在西班牙语 缺姐经常听懵了 听不懂 上课的时候 缺姐经常愣着 缺姐 今天上课有老师问 缺姐 讲了什么呀 缺姐看着老师 然后再看看周围 哎 在说什么呢 问题是什么呢 缺姐不知道 然后大家又笑了 缺姐就问 我说我不理解 然后老师跟缺姐讲 哎 这哪句哪句话 你分析一下 缺姐都知道 让缺姐干嘛 缺姐都不知道 让缺姐干嘛 缺姐就显着傻 愣愣的 就显着 就显着憨 他这一憨 是吧 在小王的眼里 看着又可爱了 然后在那个 瓦琳琳 也是讲德语的 这个女同学 他就特别的羡慕 缺姐 为什么看起来 这么年轻 还能吸引这种 小王的这种喜欢 他就特别妒忌 他就 他就很酸 他说你为什么看起来 就是那种像 小莫儿 那种可娇喊可爱 因为确你确实不懂 我他妈不是装不懂 我说真不懂啊 不懂可不就显着傻 显着傻 可不就在 他就认为 男人就喜欢傻的 你看看 傻的傻乎乎的 你看他就显着 无知 天真无知的样子 你看 这个老女人 他妈装逼的装嫩呢 然后这个瓦琳琳 现在华丽莉亚 居然每天 做两个小时的运动 自己自打听了 确姐上次口述力 说我说我 现在在拳击营里 我在训练 哎呦 华丽莉亚终于找到 确姐年轻的窍门了 我也要运动 他快 我现在竟然做两个小时 他告诉学姐 昨天他告诉学姐 他是先做一个小时的 有氧跑步 然后呢 再做一个小时的 这个露铁 我一听我 他把你疯了 他终于知道 确姐为什么 看起来就脸不滑 因为确实 露铁这一练背呀 就是只要是拉背 这个背上的肌肉 会把那个脸上的肌肉 往后衬 这是真的 这是从物理上 物理上 从这种生物学上 我确姐告诉一下 怎么保持年轻 就是你露铁 你有肌肉还亮 然后呢 确姐呢 就是看起来特别重 然后把莉莉娅告诉学姐 她62斤 她比学姐高 她1米65左右 1米65 65 67这样的 学姐告诉她 我说我70斤 70公斤 你62公斤 是吧 我70公斤 她看不出 学姐这么重 她说你这么重 你也学姐胳膊 你也学姐 她就知道 他妈你全身都是肌肉 可不你就重 这你身上的那肉 他妈都是 都是肌肉 是吧 肌肉可不就是死重 那终于知道 确姐为什么看起来年轻 我可不 我身上肌肉多呀 我肥肉少啊 我也没有那种垮肉嘛 就是很少 有垮肉 再练练 她妈我再练出 把这个刷刷支 是吧 剪剪支 那我更年轻了吗 我体态又年轻了吗 确姐 这体态还是有点臃肿的 但是发现 她 为什么这个 这个小宝喜欢 确姐 因为她女朋友也不是 看起来就是很苗条 很轻盈的 也是那种比较壮的 啊 终于确姐明白了 我说她喜欢什么 我可问 她就喜欢这种 有点中性的啊 深头发 深眼睛的 深色头发 深色眼睛的啊 还喜欢这种 看起来中性化 但是确姐看起来 真比她女朋友年轻 她女朋友应该跟她是同龄人 比她能女朋友年轻 比她女朋友应该是好看点 哈哈 哦 到底是 她跟她女朋友 是不是是是分手的关系 还是什么 还是这种什么逼婚 拉锯战的关系 确姐不太清楚 但是呢 这小王呢 他就是生理上 他克制不住 他就是喜欢你 确姐也在想 你说我怎么办呢 我跟她一个班是吧 我又不能把她赶出去 我确姐也不能说退学 是吧 我还得是想办法 把这同学关系搞好 包括今天啊 这个万尼沙 严说德语 但是她是俄罗斯的 她祖 她那个生在俄罗斯 她父母是俄罗斯人 她也约确姐下个星期 喝咖啡 确姐知道她要跟确姐谈这件事 但是我们说德语的这帮人 怎么这么开放 怎么这么风流 注意点影响 她可能是想敲打一下确姐 要不呢 她就想问一下 确姐怎么会保持年轻的 就八卦吧 你不要小看来 这些白人呢 这些白女人呢 对亚洲女的妒忌 她本身就觉得亚洲人不容易了 确姐确实 面带红郁是吧 尤其是课堂 一答不出来的时候 确姐这么脸上这么一羞红 是吧 一娇羞 对在她们看来 哎呦 又娇羞的 还天真的 还无邪的 在她们看来就特别有魅力 但是缺姐 她们说我没装啊 这是确姐本能反应啊 是吧 我从小的时候 我就容易被人尴尬嘛 因为我缺少自信嘛 缺少人撑腰嘛 这种东西藏不住的 啊 缺姐发现 为什么这小王喜欢缺姐 因为我们都是有童年创伤的人格 这个小王他来自 他妈 给给他生了个童母异父的 这个这个半个妹妹 他爹给他生了个童父异母的半个弟弟 你想这种家境 缺姐终于没有 为什么我们这小王一看了 缺姐 他就一见倾心 原来我们俩有太多类似点 有太多 就是我们俩个不需要看眼神 我们不需要 就是磁场 两个就是谁都没看谁 我们都知道 我们都有这种 这种就是心灵感用 缺姐知道 我是从来不敢看她 因为那小王他眼带桃花 我不敢看她 看她心里会乱跳 就不说缺姐少女心 没有 她确实长得特别帅 然后还有两个酒窝 甜甜的酒窝 你说这种 你说你敢看她吗 然后你还知道她对你有这种春心 有这种情欲 你说你敢看她吗 不敢看她 但我知道她内心怎么想 她在干什么 她天天都在扫描学习 基本上美国一两分钟 她的扫一下 缺姐 你说我难受不难受 我又不能跟她干嘛 当然这种校园 这种纯情恋还挺好 感觉挺好 这种感觉 就希望如果说 你们在中年遇到的时候 那就保持着那种暧昧的感觉 不要往前走 然后呢 督促自己 有人重视你 有人喜欢你 你把这种关爱变成你前进的动力 让你变成一种健康的 积极的向上的 然后正当的动力 你不要变成苟且的 这种臣服于自己的 这种肉欲 不要太臣服于自己的这种动物 尽管说 其实每个人人生中啊 不管是婚姻啊 都会有多多少少各种各样的缺陷和遗憾 但是你签了结婚那你就要守运 对吧 然后你就是做出迈出那一步 最后的结果都是两半的一手 而且呢 从男人的这心理来说 他得到就会不珍惜 得到啊神秘感没有了 他的盼望没有了 然后慢慢他就会厌倦 所以说不如不让他得到 男人永远就是对于什么呢 得不到的女人最忠诚 得不到的女人 他曾经对你动过心 但是他没得到过你 他没跟你睡过 他没有跟你有这种性交的关系 他永远都会为你 有一种给你留这块点 这不好吗 这种伯拉图事的这种 感觉也挺好的 只要是他妈我又没跟你睡 没有跟你有性交关系 那我就不叫出轨是吧 我就不叫搞货血 对不对 然后缺解 再调调一下 就是私人心情不要随便给 你只要给了就是个祸 你说这老太太 这芬兰老太 你说你要是自己不先 那些自爆家朝 你说你为什么会觉得 我看我这种 就是两性关系成功幸福的女人 会看不起你 不是你自己自卑吗 你自己先暴露了你自己的隐私吗 你自己两性关系失败 你暴露出来了 你就会觉得我两性关系这么成功 就是看不起你 对吧 说什么 确实只是好心提醒一下 我说户外的时候 我说要不要涂点这个防晒霜 然后老太太说 我从来不涂那个 他还有纯天然 他妈天然个屁 你看你被紫外线那个脸老烧什么样 他确切不化妆 不干嘛的啊 但是确切多多少涂点防晒霜 不能晒的太厉害 也晒一点 晒黑一点 让你这紫外线进来 多点这个增加维属素地 但是我又不能太伤害它 伤害它 那你不就老得快吗 对吧 没错 没错